杨大姐你好 作为咱们北京协会的会长 还有咱们华联总会的常务理事 您今天看了我们今天这个 盛世年轮 中华人共和国成立70年的图片展 一定是感慨万千 跟我们说两句话 这个盛世年轮 我觉得这70年来 这个称号是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因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 我参加了这个国庆观礼 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 从我们 我基本上是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的 所以在共和国成长的过程中 在它贫穷落后的时候 在它富强的时候 我们都和它站在一起 我们没有嫌弃我们的祖国 所以我们的祖国 我觉得是现在越来越伟大 因为祖国的人民 现在我觉得生活比过去要好很多 过去没有人抱怨 现在我相信所有的人 都在欢呼我们祖国万岁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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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